这个是沈从文的第一本书 《鸭子》 那个时候他还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人 在北京租一个小房子 然后吃饭有上顿没下顿的那种 这是他的第二本著作 《蜜干》 这个书的封面很漂亮 以前我写过一篇文章 就是评选民国书封面图案的排名 我给他排在第二号 《蕭星散记》实际上是 他在回湖南凤凰探亲的时候 给他新婚的妻子张兆和写的《情书集》等于是 他是把他一路的见文 非常示意的语言表达出来 这个文字非常优美 内容也特别好 所以这本书是我特别喜欢的一本书 这本书的名字叫《蒙虎集》 那这本书的封面呢 是文一多先生设计的 这是一个老虎身上的这种花纹 文一多先生早年他学美术 所以他的那个美术的造诣是非常深的 那么他设计的这个封面也成为 中国近现代书籍装真史上的一个经典 就是我们那个漂流卡 漂流卡上就会有那个 他们漂给下一个人的时候 会写一些漂流际语 我看他写了什么 生活不是一道数学题 好人身上会发生坏事 坏人也会走运 但我还是稍稍爱上了这个世界 我们那个书也可以从线上漂流 就是读过的书也可以直接漂给 其他城市的书友啊这样子的 我是辅大中文系毕业 然后辅大中文研究所一业这样子 然后我毕业之后就来这边工作 我原本的人生规划就是 一路念上去嘛 最好的方式可能就是在大学年 教出三个中文系的老师 那时候我硕士班已经到三年级 一生四年级最后写论文阶段 然后一直不断想这是我要过的日子 我想试试看说 在旧乡区可以找到我的另一种可能 就是我也觉得旧书店店员 应该有它的专业存在 它应该是一份正式的工作 是一个可以被这个社会接受的工作 而不是把它视为一个临时的partight的工作 那至于旧书店店员应该长什么样子 应该具备哪些专业 或是什么算是一个称职合格的店员 这个问题我可能要用一辈子来回答 因为不会是有知识答案的 我也是尽量在找说 什么样才是对这家店更好 然后对我更好这样子 让我们以书为终 开始一场奇幻漂流